那是各位评估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春孙为你们带来的变形金刚魔玩 每周看每周为你们带来变形金刚界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本周的新闻量会特别的多啊 因为TF控也是开了嘛 很多的消息也是逐步的到来 先来看一下官方吧 大亚可怜的大基地上半身推出以后 下半身也是马上再版 而现在呢 港版这边的价格也出来 在香港的售价 看起来好像比大陆这边要便宜好多呀 大陆这边应该下半身之前炒的挺贵的 看再版出来以后的售价如何 官方MPM电影线的碎骨膜 哇这现在公布出来了一系列的官图 MPM呀细节化做多了以后 感觉整体身上的细节了 包括变形结构以及零件的转换也是相当的厉害了 很多的细节做的都让人感觉到有一想不到的那种精细感 比如说车雨刮气 把那个灰尘擦掉了的那种味道 其实做的还是非常棒的 包括前边那个爪子张开的一些角度 当然也有朋友们说 加上了这些特效件以后 裤裆着火的感觉会很搞笑 但这个奇奇怪怪的包子脸 真的是包子脸啊 18个纸 竟然还有面部 应该是替换的吧 烂脸掉眼睛的这颗头雕 总的来说 MPM毕竟是官方的一个拳头产品下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 应该是电影线MPM会比G1线的或者BW的MP官方更为看重吧 毕竟还是保这边一直对于电影产品线会相当的上心啊 看看这回MPM出来的做工素质究竟如何吧 G1老玩具的复刻这边闹翻天 哎呀 这个也算是满足了很多老G1玩具粉丝的怨念了 那三尖头肯定后续也会安排了 但后续的机器昆虫这个感觉就有一点可惜了 大鳄的部分只是上的引起 其实在老版还有之前复刻的版本里边 这上面都是电镀来着 沃尔玛限定配色的钢索 用SS86的模具冲突撤来的这么一个黄不拉击 绿不拉击的这一玩意儿啊 感觉颜色看起来就挺垮的那种啊 诡异的那种味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个限定 这玩意儿应该可能会被吵起来吧 官方合作项的产品三菱DLX 后续变漆的擎天柱啊 整体看起来的造型非常的不错嘛 而且三菱的口碑素质一直可以的啊 之前外传的柱子听说最近还涨价了 那变漆的新造型出来了 各方面素质表现都相当可以啊 当然亲儿子也不会小骂 后续也是官方联名的这一套Q版 挺萌挺可爱的一套便器的玩具 各种造型放出来 尤其这个幻影啊 这大脑袋炯炯有神的眼神 相当的有趣啊 还有大黄蜂的各种重途 和晴天柱的各种重途 自然猩猩队长也是本系列的主打拳头产品了 也很可爱啊 第三方方面 天悠空展会各家第三方都拿出来了新产品 Otra这边首先看到的 之前女塔恩重途的一个牛头妹子版威震天 这个真的挺丑的 说实话 合体金刚是每一次第三方发布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也是大家特别关注期待的一个系列了 Otra这边的热点就终于公布出来了 Otra的这一套守护衫也有些年头了 他们进度其实挺慢的 包括后续的车折 还有刀刃啊 现在也公布了出来 试谋 那车折的这颗头总觉得离了歪斜的 好像空悬在那里应该不是他的吧 但车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摩托车该有的一些样式都能展现出来 包括刀刃的直升机形态 还有人形做的也不错 其实OX这一套主打的也是一体变形合体嘛 所以也摆脱不了热点一大拖四小的现象了 主体的部分也明显的能感觉到会非常的壮硕 热点的个头应该挺高的 同时公布的还有后续要推出的大力神第一款脚搬大师了 那整体看起来电脑建模图所表现的样子啊 一体变形应该也是主打这个噱头了 而大腿的部分也是从单体身上变出来的 人形和载具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还原的 貌似能猜到一些结构 后边这个滚筒的出口啊 竖起来的这个绿色方框应该是合体变成大腿的那个部分了 总来说对于OX吧 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尝试 也算是在合体金刚的领域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吧 那就看最后的实物表现素质如何 反正之前的魂天豹嘛 如果说评价一下的话 想法是好的 但最后出来的效果美形上面还是差了些意思 最后无奈只能再加一套配件包来修饰它的美形了 与其这个样子 其实可能也是设计师被这个一体变形合体被矿了太多了 毕竟现在的技术以及工艺来说 想要支持一体变形合体还能兼顾人形各个方面的比例 再有合体的一个外观美形图的话 确实太难了 这也是后续很多第三方设计师为什么选择了配件合体 或者说制造第六人 大裤衩大肚兜的这些 好一点的呢 至少配件还能变个什么啊 像藏丸阁一些第六人做的就相当的对味了 或者后续我们看到FT 它的一些配件也能变成其他的互动模式 那不好一点的就直接替换零件了 所以组合金刚其实一直挺难设计 看看最终出来OX这套素质如何吧 用三遍的弹簧重图电影的飘移 应该是电影飘移吧 看着个头盔以及配色 我觉得像啊 反正也是模具的一个利用率最高化吧 但是这个销售的市场前景 我觉得不怎么样啊 FT后续的一些产品实物 也是在展会上面拍出来的照片 变速箱的产品实物图 看起来人形状态下 还是比较还原于记忆动画里的样子的 但是不知道车型的实物将会是怎样了 挡板的实物啊 身上有非常多的电镀零件 闪闪发光的大腿 以及脚面子 那看起来的变形结构应该不算复杂 也是看后续公布出来的车型还有实物的展示究竟如何 管子这个应该是用之前鲁莽改了一些模具吧 毕竟在变形结构方面以及人形的造型处理上和鲁莽也是不太一样的 倒是配色方面这个金属的颗粒感涂的还是挺不错的 那后续也是比较大家期待挺重磅的产品瘟疫 实物的照片展现出来人形的素质相当的高啊 当然也避免不了它最后是一个包壳的翅膀 那这个翅膀也展现出来那种像是蝙蝠了或者说国外的龙一样的那种感 其实瘟疫这个模具设计很聪明啊 至少很多机翼玩家会入扫荡队三入马 大无畏FT的大无畏也有一段时间了 后续的两款成员也公布出来了产品的实物图 其实大无畏的四肢变形基本上也都是大同小异 主要还是看这一回的配件了 那之前也看到过这一回的身体配件应该会变成一个地台 然后可以拖起五架飞机 那飞天虎这边也是 其实飞天虎和大无畏应该是FT在同一时期发售的产品 那现在大无畏出了多久 飞天虎也就出了多久了 在展规上边终于看到了它最终合体的样式了 现在的最后一辆小车封锁也展现出来了人形和车型的表价 车型还是挺不错的 非常完整啊 包括车身上的一些拼合线都没有特别的乱 整体的小队摆在一起 汽车大师只是稍微大一点 没有很夸张的那种一大拖四 毕竟这个当时我猜的也没错啊 它做了两节车厢 汽车大师后边的另外的一个托管会变成了肚兜了 身体的整个框架的部分 但目前图片里所看到的一些画面呢 它有动画形态和漫画形态两种款式 而且中间的这个标志是不是指示着 它可以在两种形态之间进行切换呢 同时第二节车厢还可以展开变为基地模式 这个造型看起来还有点像太空堡垒母舰的意思啊 那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一套的玩点可就非常不错了 第二套的车厢相当于独立出来的一套变形的装甲穿在身上 进行两个形态的切换也算玩点十足 FH这边也是后续公布出来了他们家的潮汐波 或者叫月潮波吧 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AEC版的老玩具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只是在可动美形上面做一些修饰解渴 也毕竟嘛 那个时代已经开始3D建模的做动画了 所以变形结构也锁死了 改不了太多了 那这一回当然展现出来和牛头威震天放在一起合体的样式 以及组合起来的人形 看着还是不错的 至少在一些细节了 造型方面改完了以后还是蛮帅气的嘛 FH对于这个老板玩具还是挺执念的 甚至把三小只合体的星辰剑也做了出来 我估计他后边也会做其他的三小只合体吧 这些迷影金刚其实玩起来还是非常有趣的啊 这一回的人形看起来也比老板玩具修得更帅了一点点 同时还公布的有天火了 配色应该是最终完成的效果 目前感觉像是电脑建模图和晴天柱合体以后的效果也挺不错的 看一看最终大货出来以后是什么样的素质吧 还是一句话 变形结构老玩具已经锁得很死了 X射这边的加速器的又款新重图 这个黄色和之前的黄色版本不太一样 这回用的是那个戴眼罩的头雕 以及车型下有了非常多细节的涂装展示 那后续魔方这边的金属配色的大力神 新的图片也来了 主体的两款成员吊钩和拖斗 以及最终大力神的合体完成样式 本周看到的新图片确实也是闪闪发光的挺好看 金属配色自然是比原色的动画版看起来亮闪闪了一些 但要说这个是记忆玩具配色的话 其实也不太一样 感觉记忆玩具配色应该再加一些其他的细节 或者说警示条文什么的 铁工厂这边 哎呀 这个也是等了挺长时间了 我估计有个两三年三四年前的展会上面 就公布出来要做的红蜘蛛鸡娘 这回的实物展现出来了 那整体红蜘蛛做成一黑皮妹子 其实想想还是挺带感的 要是之前那手办也能做成这么黑就好了 模范子联盟的小滚猪 现在出来了第三个配色 青绿色的版本 这个我觉得就是漫画里边出来的那种感觉了 但头雕其实并没有更换 蒙皮猴的小比例新玩具 战继的试制阶段 现在看的这个式模的效果竟然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它是一个小玩具 而且听说这个东西的变形设计 对于小玩具来说也挺复杂了 身上有非常多的结构 但人形处理的效果和他们家自家的小比例擎天柱 放在一起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能感觉出来蒙皮猴这家厂子的野心也是挺大的 后续他们还推出了擎天柱车厢里边的这个维修平台 这一回竟然把维修平台单独的做成了可变形的机甲 那相当于什么呢 就基本上像是那个战斗囊的形态吧 而且和之前的滚猪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组合的样式 看起来玩点是不错的 吴医生工作室这边的试铁虫 TFP里边的这回出来了透明蓝与绿的两个配色版本 绿色的小可爱甚至有点像牙虫 但后续吴医生的极小系列也放出来了感知器的新电脑界模图 哎竟然还是三遍的 之前我们有看到千金顶的电脑界模图 本周也是看到了两款新的重图方案 AAT这边电影的骑士柱子 当年的AAT可以说其实在于美形方面来看的话 车型和人形都是相当不错的 曾经的AAT我觉得比UT那个好看 但UT胜在变形相当的有趣 AAT却被自己的做工给拖垮了 当时AAT的变形设计也是非常复杂的 身上的零件到处都在变 到处都在动 但不耐当时的做工以及产品的质量 驾驭不了这个变形设计 导致了最后也是属于哀鸿遍野 本周有看到骑士柱子的迎来了2.0的版本 哎呀这个东西 这回想起来这也多少年前的产品 现在重置到了2.0 依旧对这款产品还是非常执念的 看一看这一回做出来的素质究竟如何吧 其实说起来为啥不做新的呢 这个老电影的都过去了 热度基本上下来了 01-studio 之前他们架的宇宙大帝广受好评 然后续也公布出来要做原始天尊了 本周看到的是原始天尊的最终完成配色的版本 红蓝的搭配让很多玩家很纠结 其实大家在印象当中第一款想到的玩具 应该是官方曾经出的那款C版原始天尊 以及后来的2010限定的配色了 主要也是以蓝色的基调为准 当然那个是出自C版里边的造型 所以和之前的漫画了 和设定图里边的原始天尊是不太一样的 01-studio这一回做的配色方案 主要也是还原于这张图里边的一个造型 可以看得出来还原度还是挺高的 但我也相信他们将来以后 这模具做出来重图肯定也会给安排上 所以C版的那个配色后边应该也会有吧 同时本周的01-studio还公布了一套组合大力神 哇现在的电脑建模图 可以看得出来造型方面也是偏漫画一些的 虽然目前只是电脑建模图啊 一切还得看它最终上色以后的方案 现在看起来这腿显得个别成员有一点纤细了 本周这款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产品啊 CS01的小风 娘化的大黄蜂可以变形成一辆甲壳虫 整体看起来吧 其实变形结构应该也是属于那种一目了然的车包人士设计 那在宣传中据说这个车壳子和尾部的一些装甲 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所以最终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干净的大黄蜂鸡娘 外加一个车吧 但是看了一下大腿上面那轮子应该是变形出来的 它应该在大腿的轮子上面一分为二 折叠完了以后变成了前轮的位置 所以你拆下来的这个装甲应该变成的是半辆车啊 不管怎么样 大黄蜂的鸡娘看起来的样子也是蛮可爱的 而且整体的身形了 还有整个的美术风格 让我想起来之前BT那款丰刃的味道 甚至还有一些大火鸟的奶昔的感觉 那其他的目前还只是电脑建模的阶段嘛 后续的等跟进的报道吧 娘化性转产品自然人气会很高了 也是希望其他的厂下能不能一起努努力啊 把整个的变金刚系列都给你来的一遍 配件方面替换脸和手型也是比较多的 地台也作为了收纳的部分 原创玩具这边藏丸阁的三变猎影 本周也是继续放出来了各种的试制剑的图 现在也只是喷了一层银漆上去啊 很多细节并没有点缀出来 那三变的形态下最终放弃的是一个人形啊 变成豹子形态 看起来也是挺帅的 太去的逍遥我们继续跟进星图 那整体看起来飞机放在那里 基本上算是航母一样的存在了 非常的细节 而且翅膀可以折叠起来 很棒啊 身上的尤其肌腹部这一块包裹的非常完整 但人形状态下就感觉会零件非常多了 是属于电影的那种味道 而且身上 哇这个怎么形容呢 恐惧源自火力不足吧 那这个为了不恐惧 身上放了这么多的蛋 连同武器在内火力十足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空中狗斗了 KO方面 CE赛博时代也是放出来了新的大黄蜂 那这个就是三菱的那一款了吧 据说会做成合金的骨架 以及身上一些尼龙的材质 目前看起来还是试制阶段 并没有上细节的图中 但配件的内容和一些细节的展示来说 看着还是不错的吧 看一看最终出来以后的效果如何 以及它最终的定价究竟是多少呢 不过大黄蜂这个题材做的还真的是有点腻了 那么得了 本周的摸完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真自知识负责个人收集整理顺带吐槽一下 本周的新闻量确实大 目前看到350多张素材了 那下一周应该还会有TF控其他的芯片发布 那我们下周接着聊